來各位看他他像靜座專家嗎來看一下 像還是不像 覺得他像靜座專家的警局所 覺得他不像靜座專家的警局所 誠懇的建議 他哪裡有問題 形象有問題啦 是的包裝有問題啦 OK 靜座專家應該穿什麼衣服啊 對對對 你們現在聽懂我在講什麼嗎 他的形象像業務員 他哪裡像什麼靜座專家 請坐慢慢指導理事 好 謝謝 來來來 誰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你還沒有成為一萬富翁 我要一個一個回答理事 來 請站起來 我覺得主要原因是 以前這個想法 沒有很明確的很強烈的想法 這是最關鍵的 那現在一萬富翁是什麼想法你告訴我 就是要成為一萬富翁的欲望不是很強烈 你數字很差 你月收入多少 不是 我以前的這種欲望不是很強烈 你就射到什麼東西 請大家告訴我 你就射到一棵樹 射樹沒有射到 你就射到 一個人 射人沒有射到 你就射到 地上的石頭 有沒有聽懂 當你可以想如何成為世界首富 你來變億萬富翁就很簡單了 有沒有聽懂 我今天早上 因為億萬富翁 我這樣講 好吧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賺錢你們覺得是靠體力還是靠腦力 你們就先回答我了 腦力 OK 這大家都同意的 所以還沒有賺很多錢 表示腦袋動的不夠多 有沒有聽懂 對 對 對 有聽懂了嗎 所以你們最好把這句話寫下來 錢賺的不夠多就是腦袋動的不夠 因為賺錢是靠純腦力嘛 所以你看我為什麼一直叫你思考 因為錢就是這樣來的嘛 你不思考錢從哪裡來 我就不太清楚了 各位 假如我們今天 麥克風在大聲呢 假如我們今天要跑100公尺 OK 我們要練習100公尺 還是要超過100公尺 是哪一個 超過 超過嘛 所以我們今天要成為億萬富翁 我們頭腦想如何成為世界首富 這樣不就更好了嗎 是 還是不是 是 對啦 所以我今天早上 要你們認真做作業 我要擴大你們思考的格局 有沒有聽懂 因為你老是想百萬 你就賺十萬的料了 你想千萬 你就是賺百萬的料 有沒有聽懂 你想億萬你就是賺千萬的料 你想首富級你就變億萬富翁了 就這麼簡單 那陳老師 我是這個也是做網絡直銷的這個行業的 那我現在感覺就是 那我跟你講 你只能成為 你要成為億萬需要一點時間了 對對對 所以我感覺這個 因為你的行業不太對 你是網絡行銷的老闆 你成為億萬就可以了 你現在聽到嗎 對 你這個行業 你說要成為人民幣的億萬富翁 這樣就是4億台幣一年很少 大概只有日本幾個 美國幾個 亞洲靠做網絡行銷成為 人民幣億萬富翁的 台灣有一個 永久公司的執行董事 可是他是抽 30%的全台灣的營業 他是老闆的合伙人 所以他不算 他的月收入一個月是 兩千萬台幣 就是500萬人民幣 500萬人民幣 一年就像 所以他開法拉利 他有十幾棟房子 這個是億萬富翁 其他我所認識的 什麼鑽石 皇冠大石 沒有一個是億萬富翁 除了日本的中島區 一些AMOA的其他的 大部分都不是 你那個只能變千萬富翁 那個行業只能變千萬富翁 除非你是那個行業的老闆 那你就是億萬富翁得了 那程老師 我是因為比較喜歡這個行業 那我是想用三到五年的時間 因為我在這個行業 好了所以我就跟你講 你是千萬富翁得了 那就做億萬富翁 你不是老闆你就不是億萬富翁 就這個行業 我跟你打賭打包票 你沒有辦法 那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老闆在這裡 所有的人業績都算他的 你是在這裡 所以你發展這裡 這裡業績不算你的老闆量比你大 他是億萬富翁你不是 那我再問一下 就說如果我十年要成為億萬富翁 就說我現在就改行 你做這個行業 所以你自己必須開一家 不然你沒有辦法 其實我現在就改還是 比如說我在這個行業做得 夠好之後再改 那看你多快想成為億萬富翁 你說你十年想成為億萬富翁 你先做五年賺一點錢再去做 也不遲 但是我給你一個觀念 一個頂尖的網路行銷人員 他不一定是頂尖的老闆 因為他只會賣他不會管 所以很多頂尖的網路行銷專家 他自己跑去開網路公司 他都倒閉的 因為他會賣他不會管 那是不一樣的工作 你現在了解了嗎 對 所以不能說 就像我公司以前 有些人很會推廣 他自以為他可以開個顧問公司 賺錢 他出去都沒有一個賺的 賴茲講的東西 可以徹底改變你的意識 各位 定位 你定得出來嗎 你定得出來嗎 你等於什麼 你講得出來嗎 你講得出來 顧客知道嗎 不知道 跟沒定是一樣的 有沒有聽到 各位 哪一個人 會說產安智是健康專家 不會 哪一個人說產安智是美容專家 不會 有沒有聽到 可是所有人聽到產安智 他就教成功學的 好與不好 不知道 可是他一定知道 我這個人是搞成功學的 你有沒有聽到他講嗎 他的定位非常明確 所以我十幾年來 都沒有換過我的定位 所以你就看到 我就越來越成功了 到現在還是堅持不換 好好思考一下 你們今天中午吃飯的時候 請你熱烈仔細的討論 你要給顧客什麼印象 什麼感覺 那什麼字眼 你有沒有辦法來一句 算來算去 還是仰仿勝利 夢工廠 等於什麼那句話 那個口號 有沒有聽到 所以人家每次都介紹 我們現在歡迎我們的 今天主講亞洲 你看我沒有講世界 因為中國人喜歡謙虛保守 有沒有聽到 我的定位在亞洲級 我不好意思自己拉到世界級 王陽可以 夢工廠可以寫世界 你看王陽又幫我掰一個新名詞 世界頂級什麼員工 在哪裡啊 你在哪裡寫的 世界頂級員工 激勵大師 你看這就是一個新名詞 所以表示這個產品要賣給誰的 不是要賣給老闆的 激勵員工 老闆出錢買給員工 看你有沒有聽到 因為老闆是大戶 有沒有聽到在講什麼 我自己不能講 這夢工廠出的夢工廠 可以這樣講 我陳安智對不起 亞洲級 你有沒有聽到 我亞洲級 中國人像我的一個朋友 他做電燈 他創業楷模不得了 他叫亞大 亞洲最大 他不敢講叫世界大 太臭屁了有沒有 中國人你一大就把你砍掉 有沒有聽到 葉子一凸出來就砍掉 你再給我凸 不可以凸的 在美國他叫Master 主人 美國人都是你大你就要講出來了 他有沒有本土化 英文跟這個中文不一樣的 然後他的名片前面 有30%是空白的 人家看他這空白幹什麼 他說永遠要保持30%的成長空間 你看這個創業看 我一講幾個觀念 你就知道這個人很厲害了 這個人住在工廠上面 他說上班一分鐘 下班一分鐘 他有很多口號 他說員工開奔驰 老闆騎自行車 因為老闆的財富是員工來的 所以員工應該坐奔驰 老闆騎自行車 你有沒有聽見 他說我說你怎麼教你的兒子 他說我帶我的兒子去看 有錢人如何工作 我帶我的兒子去看 窮人如何過生活 所以他體諒窮人的生活 他看到有錢人如何付出 有沒有聽到 我隨便講幾句話 你知道這個人 頂級創業凱膜 一等一的人物 OK 非常厲害 我的朋友都是這種人 你有沒有聽到 所以我天天被洗腦 你了解嗎 所以不是陳安之成功 也不是陳安之聰明 是因為我的朋友 都是這種人 我不得不去接受他們的想法 因為他們的結果 比我好 大家有沒有聽到 賴茲講話 有沒有說服力啊 相當有說服力啊 他隨便這樣講 全場大家都這樣 可是大家有沒有聽懂 他在講什麼 聽得一清二楚 什麼叫說服力 說服力不是你講的 有多震撼人心 說服力是你講完之後 你回去馬上做 而且聽話照做 現在哪一個人敢去 不使用焦點法則呢 你不使用焦點法則 我就再多放幾次 幾次袋子給你看 你就知道focus 為什麼會有焦點法則 因為你定位明確之後 你才有焦點 大家有沒有聽懂 所以為什麼定位是第一偉大 焦點是第二偉大 因為焦點必須先來自於定位 所以我們今天下午會更仔細的探討這些主題 然後我再看看 還有沒有什麼要講呢 好 我們先去用中餐好了 現在時間12點40 1點40回來冥想 但是回來之後 各位請注意了 我要你們寫作業 我要你們寫 我們先把作業確定好 我要你們寫從14頁寫到21頁 14頁寫到21頁 你寫完之後 下午會分享很多的策略 以及行銷的概念方法 各位今天早上課程對大家 有沒有幫助 有還是沒有 上總裁班好還是不好 才上一天又一個早上 我們還有整個下午晚上下明天還沒上 你覺得上到第三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趕快回家 因為你已經知道你做錯了什麼事情 對嗎 同時你也學會如何做的事情 我們今天有這麼好的課程 當然我們還是要感謝我們的主管單位 機制會好不好 我們給機制會熱烈掌聲鼓勵一下 好還是不好 好還是不好 好 什麼個好法 什麼個不好法 來來來來來 分享一下 我需要聽你們寫作業的心得 來請舉手一下 舉手一下 舉手一下 OK來 是來這裡 一個一個來 怎麼好怎麼不好 我一定要了解狀況 是 喂 據說有些問題可能是第一次接觸到 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這可能答不出來就是不好吧 那麼有些問題看來又比較就是平常也是這麼做的 就沒這麼總結 OK 就是這種心理 你寫不出來的問題可能就是你最需要思考的問題 因為我這個問題在這個上面一定有它的目的 是還是不是 有些問題它會重複 那之所以重複的原因是因為你聽了課之後 你想法不一樣 所以你現在寫的答案不一樣 OK 所以這個東西會一次又一次的 就像賴子講的Focus Focus 它要一直重複給你聽 所以你輸入你的潛意識 你印象深刻 OK 所以沒有回答完的問題 你必須想第一個它是不是用於你的行業 不是用你不要答這可以 假如它是適用而你想不出來 這個就是你思考的盲點 表示你沒有這種思考的公式 有沒有聽到 我現在這整個手冊的問句 我們這樣講好的事情 請做一下 這個什麼叫做思考 什麼叫思考 有沒有人知道什麼叫思考 思考就是不斷的問答的意思 思考就是不斷的問答 所以我們要改變你的思考模式 也就是說我提供一些思考的問句 這些問句當你回答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改變你思考的模式 當你思考模式改變之後 你決策的方法改變你行動的方法改變 因此你的行動 因此你的結果就會有所改變 所以思考問句是最值錢的東西 你知道嗎 對我來講我看書我最喜歡看到 我最喜歡看什麼呢 我最喜歡看到信念或是思考的問句 比如說比爾蓋茲他每天頭腦 到底問他自己什麼問題 只要你能複製他問問題的方法 你就複製了比爾蓋茲思考的模式 這個一個人的成就不會大於他的目標 一個人的成就不會大於他的目標 全世界最頂尖的公司 No.1的公司 最頂尖的公司 你知道他們總裁他們的目標是什麼嗎 你們知道嗎 我們舉例了 我們舉例了 我看一下 你是做什麼產品的 我以前是做經營手機的 現在呢 現在剛開始做化妝品 做化妝品 你公司的目標是什麼 銷售到全國市場 各位全世界最頂尖的公司 請坐下來 他的目標都是成為世界第一名的企業 這是他的目標 只要他是世界第一名的企業 他就是一定是很賺錢的公司 有沒有聽到 好像麥克喬丹想總冠軍是一樣的道理 他是總冠軍 他公牛隊一定很賺錢 所以你們的目標只是想銷售到全國市場 跟你的目標是成為世界第一名的企業 這兩個東西他發展出來的方向和方法是不一樣 因為目標決定策略 請大家把這句話寫下來 目標決定策略 我舉一個例子 你們一定很容易明瞭 各位 我給大家三十天的時間 讓你從深圳到哈爾濱 各位你可以用什麼方法去 我給你三十天 足足一個月時間 你需要從深圳到哈爾濱 你們告訴我可以怎麼去 請各位總裁回答 好 可以坐車去 還有呢 坐飛機 坐火車 OK OK Whatever 我給你八個小時 你看見沒有 你的目標期限不一樣 方法立刻不一樣 目標決定策略 有沒有聽到 所以當你的目標是賺五萬塊錢 跟當你的目標是成為世界首富 或是你的目標是經營全世界最頂級的 你所使用的行銷方法完全是不一樣的 你努力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我舉例了哈 各位 一個月賺一萬塊錢 在國內算是好還是不好 好還是不好 對員工算好還是不好 對老闆來講呢 非常不好 老闆通常要賺多少錢在國內才賺好 一般來講 一百萬一個月OK 請問你賺一百萬一個月的方法 跟賺一萬塊錢一個月的方法 一樣還是不一樣 是不一樣 有沒有人一個月賺一千萬的 有還是沒有 有啊 所以他顯然他賺錢的方法跟你不一樣 有沒有聽到 我不是講過嗎 成功者跟普通人差別在於什麼 在於他賺錢的觀念和方法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賺一萬賺十萬賺一百萬賺一千萬 他都是還是在靠腦力賺錢 是他們思考的問題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我這個問卷為什麼說它很有價值 因為我提供了全世界最成功公司 他們思考的方法 有沒有聽懂 所以你照著思考 人家可以賺一百億 兩百億美金銀額的公司 你賺個一千萬人民幣 我看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大家有沒有聽懂的概念 我們永遠以最高檔次來做一個標準 所以目標會決定策略 每一個人在這裡的目標都是要成為世界第一名 你要經營世界第一名的飯店 有沒有聽懂的這樣嗎 世界第一名的餐廳 你要成為世界第一名化妝品的行銷公司 你要成為世界第一名賣機油的whatever 你的目標都是成為世界第一名 有沒有聽懂 比爾蓋茲他的目標是什麼 他的使命是讓全世界每一個人用電腦 每一台電腦用微軟公司的軟件 但他公司的經營目標是成為軟件業的世界第一名 可口可樂目標是什麼 你們猜猜看 世界第一名 麥當勞的目標是什麼 你們猜猜看 對嘛 有沒有聽到他為什麼這麼賺錢 是因為他的焦點放在世界第一名 所以當你的焦點放在世界第一名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公司需要做很多的改變 是還是不是 所以你每天集中在如何讓公司變得更好 朝這個方向走 結果你的公司開始賺錢 賺錢是結果不是原因 把它寫下來 賺錢是結果不是原因 所以舉例了 我現在要舉王陽了 假如我是王陽 我會這樣做的 我超速行銷 我的宣傳帶拍出來 那我就要去調查全世界有哪些產品賣得特別好 它的宣傳帶跟我們的宣傳帶 它品質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大家有沒有聽懂我在講什麼了 一看到有差別表示什麼 我們提升品質 一提升品質怎麼樣 我們的錢又多了 大家有沒有聽懂我在講什麼 你看電影公司賺很多錢 它那個幾十秒的宣傳片段 那個腳踏拍得不好 電影就沒有人看了 可是就在那三十秒鐘 啪啪啪啪啪 哇這部電影我一定要看 是還是不是 幾十秒就決定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要跟拍電影的宣傳帶在比賽了 我們講了十五分鐘宣傳帶電影三十秒 我們票價跟電影院差不多嘛 二三十塊嘛 你現在聽懂的概念 所以我們不是天天在想 我們如何做產品 我們如何做得更好 因為你怎麼知道你做得比別人好 因為你跟競爭對手比較過 大家有沒有聽懂 成功一定要和別人比較 你把這句話寫下來 說成功跟自己比較 那個人不會太成功的 那個人假如成功 他絕對不是世界頂級的 我沒有看過世界第一名是跟自己比較 你有看過麥克喬丹是跟公牛隊比較 沒有麥克喬丹要跟公牛隊的競爭對手做比較 是還是不是 沒有錯啦 伯爵表他要跟百搭菲力做比較 寶馬汽車他要跟奔馳做比較 奔馳他要跟勞斯蘭斯做比較 他一定是有一個比較的對象 是還是不是 對啦 因為顧客買產品 你們會不會比較 會還是不會 你們會比較 所以我也會比較 所以大家都會比較 那所以你們是要比好還是比爛 好啦 那你為什麼不自己先去幫顧客比一遍呢 所以假如我是 寶馬汽車公司的總裁 我就把所有奔馳汽車買回來全部解體一遍 有沒有聽 然後我研究奔馳汽車到底比寶馬好在什麼地方 然後我開始研究如何做得比奔馳汽車還要更好 這時候品質就怎麼樣 就提升了 好 我昨天跟大家講到我一個朋友34歲 有100億新台幣的資產 OK 他是尼桑汽車台灣總代理 那這個人呢 剛管公司的時候 他敗類 全部虧錢 所以他去買了一台勞斯萊斯回來 叫他工廠的工人全部把它解體零件 OK 然後他出現了一個廣告 他賣的車是尼桑有沒有聽到 他把一台勞斯萊斯拿來拆 他說勞斯萊斯講求寧靜 但你可能不知道我們的尼桑 Safiro比勞斯萊斯更安靜 報告就出現了 而且他真的比勞斯萊斯還要安靜 你有沒有聽到 尼桑要做得比勞斯萊斯還要安靜 他買了一台勞斯萊斯把它解體 他研究他為什麼這麼安靜 這個人又買了一台便利 我講勞斯萊斯更高級的車 便利他買了一台三千萬台幣的便利 七百五十萬人民幣 這個車貴還是不貴 他買了一台又把它解體了 他研究他的性能為什麼這麼好 安東羅賓就是開那一台了 他也買了一台銀色把它拆掉 然後他在六缸引擎 可以把它做到極限的地方 他現在又寧靜 現在速度怎麼樣 又快了 寶馬最高級的不是750 寶馬最高級的是L7加長型 裡面有沒有電視冰箱 什麼東西都有 他又把那個配備加在一台Nissan裡面了 現在這台車叫物超所值了 然後他又比豐田賣價為低25% 我比你安靜 我比你舒服 我配備比你多 我馬力比你強 然後售價比你便宜 你們聽懂 品質價格服務物超所值 難怪這個人是一百億的料了 三十四歲跟我年齡一樣 他是我服裝店的顧客 我賣他一件大衣三十萬台幣 OK 沒問題 賣他十五條鈴鐺 OK 沒問題 隨便一買就二十萬人民幣了 輕而易舉 他去買Jojo 阿瑪尼 一次都買兩百萬台幣了 你們聽懂 他買那個百大菲律尊獎 幾千萬呢 隨便一買就可以 因為他是一百億身價的人 三十四歲 可是他做什麼 他做我們現在在做的這些事情 他去研究他的技能對手 他不是把尼桑拿來跟Toyota比 他把尼桑拿來跟老司來斯比 你現在有沒有聽懂在講什麼 他要比就比到最高等級 他買了六台保時捷 每一台不同型號全部又解體了 你看這個傢伙 你就知道他多認真了 他怎麼管理他的員工 他的員工都比他老 有沒有聽懂 他說我假如沒有辦法 讓我這個尼桑公司賺錢 因為以前虧大錢 他說我第一個不生小孩 決子決孫下定決心 第二個我跟工人住工廠 我跟你睡在廠房 你有沒有聽懂 這什麼叫領導力 這個傢伙二十幾歲 他說他不生小孩 他跟工人睡在一起 然後每天幹 開始試試看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研究一台 比老司來斯更寧靜 破例了 絕斷你 這個人一百億身價了 有沒有聽懂 非常頂尖 非常頂尖 以前叫拜家子 現在不太拜了 有沒有聽懂 現在大家都來拜他了 你哪裡那麼厲害 他說你媽不夠認真 不夠努力 你睡工廠了沒有 有沒有聽懂 你要讓身價一百億的去跟工人 住在同一個房間 你願意幹嗎 大部分人不願意這樣幹 OK 大家有沒有聽懂我在講什麼 所以你絕對不能跟自己比賽 跟自己比賽的這個人一定是失敗者 世界一百公尺選手 金牌選手 你知道他都跟世界銀牌選手練習 因為頂尖的選手 都跟頂尖的選手一起練習 所以他越來越 越快啊 他不會跟爛的選手練習啊 所以你不要 上次我在蘇州總裁班 我快被一個女的氣死了 我說你做化妝品 我做得很好 好個屁 跟誰比 在義務做得很好 義務算什麼鳥東西啊 可是我只有這個區的代理 我跟他講了一個故事 我說我以前有一個學生 他領三萬塊台幣一個月 然後他說老闆不給他加薪 他媽他就做三萬塊的事 我說你沒有做超過三萬塊的事 老闆如何給你五萬塊 你老是在這個區域做 你永遠沒有做超過你的期望 老闆的期望 老闆怎麼會把你的區域擴大呢 是還是不是 對啊你永遠要先做超過別人的要求嘛 你知道伯爵表他怎麼成功嗎 他的座右名叫 永遠做得比要求的還要更好 你把它寫下來 永遠做得比要求的還要更好 所以你自己公司出產產品 你有沒有辦法做得比要求的更好 我的麥克風還是不夠好 太費力了 很多人做事都是比要求更差勁 所以他就是一個差勁的人 很簡單的道理 OK 所以給大家幾個很重要的概念 你要找一個假想敵 有沒有聽到 你做飯店 我不是跟你講你要做全世界 我跟你講 所謂全世界第一名的公司 第一名的定義是什麼 第一名的定義是在那個行業 什麼樣最賺錢的公司 有沒有聽到我在講什麼 勞斯萊斯是全世界最頂級的車子 但勞斯萊斯公司虧錢 你有沒有聽到 因為他違反了一些經商的理論 OK 所以這個第一名 比如說微軟公司 它是全世界在軟件業最賺錢的公司 你假如做軟件 你要想辦法打敗微軟 你通通想一個巨人怎麼可能會被打敗 那你這個人有自我設限 因為無軟公司創立的時候 他也不是巨人 可是他打敗了IBM 打倒權王的人 這個人就是權王 有沒有聽到 所以你不要害怕 人家財力有多雄厚 你不要害怕 人家人際關係有多好 因為你只要想一想 李嘉誠也是白手起家的 塞姆威登 沃爾馬百貨公司 他也是白手起家的 那為什麼他們做得到 你們做不到 因為你們自我設限 信心不夠 有沒有聽到 以前我通常想 怎麼可能超越其他講師 其他講師 50歲 金科拉70歲 他研究成功學 研究40年 我都還沒40歲 我怎麼可能會超越他呢 後來我通常想 安東羅賓27歲 就超越他們了 顯然我自我設限 大家有沒有聽到 李嘉誠 假如比較老的人 就比較有錢 那比爾蓋茨30幾歲 他怎麼變世界首富了 又有特例了 是還是不是 所以每當你認為不可能 世界上就有一個人 他突破了你的極限 所以是有可能 只是他的思考的方法 觀念跟我們是不一樣 這一點要仔細研究 OK 來下一位 我要知道你寫作業的反應 是的 來這邊 第一次發言 陳老師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就是顧客的需求和自己企業的定位 哪一個更重要一點 沒有 你搞錯了 你必須先定位 你才知道你的顧客是誰 是還是不是 奔驰汽車定位 我要給別人高級的車的行銷 所以他的顧客是誰 有錢人 然後有錢人的需求是什麼 哪有不研究定位 就研究需求的 天下沒有這種事情 我先研究 市場上做教育的這麼多 我要切哪一塊餅 我決定切一塊特大的餅 叫成功餅 那成功的人需要什麼 他需要推銷 需要策略 有沒有聽到 我針對這些主題來教 那就是說到一定時期的時候 比如說在發展期吧 那顧客的需求 如果不太了解的話 對自己的定位 那你需要先定位你自己 這定位跟顧客沒有關係 定位就是定了之後就 我先講一下 定位要先選一塊大餅來吃 有沒有聽到 你定的位置餅就很小 只要市場很大餅很小 還是可以賺很多錢 看你的目標在哪裡 OK 舉例了 各位你們願意付錢聽成功講座 還是願意付錢聽健康講座 健康講座你會不會付六千塊 成功講座你八萬塊都會付了 你有沒有聽懂 你了解嗎 我會去研究 你會不會付一萬塊上美容講座 對你會付一萬塊上成功講座 因為他幫你賺一百萬一千萬一億 有沒有聽懂 關鍵就在這裡 我多年前我就要切一塊大餅 所以這個定位 一開始就要定得很好 有沒有聽懂 所以假如你公司過去定位全部不對 那也沒有關係 你要有一個歸零的想法 在管理學有一個叫歸零的想法 歸零的想法 這個喇叭偏向我一點好不好 歸零的想法 OK 好多了 這個喇叭再偏向我一點 因為你們聽的是超級大喇叭 我聽的是這兩個破喇叭 你們聽懂 所以完全感覺是不一樣的 我演講不是靠講話 我演講是靠我的感覺傳遞給你 這才有說服力 所以歌手在錄音的時候 你看他一開演唱會 他一定自己戴耳機是還是不是 因為他必須聽見他自己唱什麼 他的感覺才會出來 他才有震撼力 所以我自己聽不見的時候 因為這兩個喇叭是很爛的 我一看就知道了 我一看就知道CH 這是我上次在昆明用的 他跟我講這個麥克風什麼 因為那家音效公司 他是代理這個牌 所以他就跟你講這個牌是最好 你叫他換別的牌 就表示聲音要給別人做 所以他就說那個牌不是很好 他們都是這樣 我一看我就知道了 歸零的想法 歸零的想法 英文叫做 Zero Based 就是什麼意思呢 假如我現在要重新創業 那我會怎麼做呢 你不要想說 你現在公司有兩百人 五個人 你現在公司賣什麼產品 定價全部都不要想 假如我現在要重新創業 我還會做這個行業嗎 不會的話請你改行了 有沒有聽到 假如我現在要重新聘請員工 我還會聘請他當經理嗎 不會的話這個人立刻要開除了 有沒有聽到 表示你知道他是錯的了 這個叫做歸零的想法 我二十五歲的時候 如果我被合伙人搞掉兩萬顧客名單 我就剩下一張桌子 所以我剛好已經等於零 我也不用歸 那我就問我自己了 有幾種方法 才能之可以幫助別人成功 第一個 我可以當一個電視主持人 專門訪問成功人士 可以還是不可以 反正目的是要幫別人成功 我也不一定要自己講 要喝牛奶不一定要養牛嗎 第二個我可以當職業作家 可不可以 第三個我不要作家 我當電台主持人 每天傳播成功訊息 可以還是不可以 第四個我可以當演說家 我也不要上電台 不上電視不做作家 可以還是不可以 第五個我可不可以寫專欄 第六個我可不可以去學校教 可以還是不可以 第七個我也可以自己 創立一個公司 OK 第八個我也可以代理別人的產品來賣 那為什麼我選擇創立產制機構 因為我通常想 我自己創業沒經驗 沒成功 我如何教那些老闆如何成功呢 不太可能 我這個人要言行一致 有沒有聽懂 我沒做過我不可能教別 所以我決定自己創業 結果果然我的方法 讓我變一彎富翁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教你了 因為我有實戰的經驗 有沒有聽懂 OK 所以我歸零之後 我選擇我還是要重新創業 所以我選擇學習如何管理 如何行銷 如何領導 我的競爭對手是誰 是卡內基訓練八十年歷史 我代兒卡內基書 創效一千五百萬本 卡內基訓練在台灣 是第一品牌 代理他的人 是六十歲的電視節目主持人 黑幼龍 所以老闆是名人 卡內基是名牌 書是創效排行榜第一名 有八十年歷史 有一千五百萬本 銷售量當背書 那我才知道有一張桌子 可以跟他競爭 你現在有沒有聽懂 什麼叫以小博大了 了解了嗎 還是給他博過去了 因為我公司利潤 還是比卡內基訓練高 我就是有方法 表示我的腦筋 動得比較快了 我思考了 他們是照套裝 是在進行的 連鎖嗎 我是靠動腦筋 以小博大 所以我就知道 企業如何以小博大了 不然我的學生 怎麼成為億萬富翁 什麼叫白手起家就是空手 空手有什麼 就是有腦袋 所以別人跟我講 你怎麼我就可以跟你講 我以前比你還差 資源比你還差 我公司連影音機都買不起 手冊是我跪在地上印出來的 一個一個打洞裝出來的 我就告訴你了 這樣我也幹 OK 我知道定位的重要性 我還想問一下 就是說定位和焦點 同時都是重要的 他要注意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哪些 沒有定位 定位我們已經講過 定位是什麼意思 給顧客的什麼 印象和感覺 OK 以及你要切的市場的這塊餅 那定位是什麼意思 定位同時是你要擁有一個字眼 有沒有聽到 這個字眼非常重要 你的公司等於什麼 OK 也就是這個意思了 你的公司等於什麼字字眼 你等不出來你公司就不成功了 麥當勞等於什麼 素食店 是素食店 他叫Fast food 在美國叫Fast food 素食連鎖店的代表麥當勞 是還是不是 你不會說他是肯德基 你是說麥當勞 所以麥當勞的確比肯德基賺錢 因為麥當勞是第一家 肯德基是看麥當勞來弄的 第一品牌 微軟公司等於什麼 軟件界的什麼 霸王盟主世界第一 比爾蓋茲等於什麼 世界首富 對啊 沒有人會說比爾蓋茲等於總裁 他給別人的印象就是比爾蓋茲等於 世界首富啦 李嘉誠等於什麼 華人首富啦 你不會說李嘉誠是股票大王 你不會這樣講的 你不會說李嘉誠是塑膠花大王 你也不會這樣講的 你也不會說李嘉誠是做百貨業大王 飯店酒店業大王 你不會你會跟他講說是華人首富 這是他的定位 你有沒有聽到我在講什麼 你有沒有那個字出現 沒有的話你不用行銷了 OK然後這個字眼角出現 所有的宣傳單全部的一切都要猛打這個 而且這個東西需要是原創 不能是模仿出來的 焦點集中焦點什麼呢 集中在自己專長的領域 Focus賴智會行銷他就變行銷 集中自己的專長 Focus一定是Focus專長 OK 所以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集中焦點在專長 把專長當中自己所有的缺點加以改良 你就要開始壟斷市場 OK 還是不夠好 不曉得這樣我有沒有回答你們的問題 有沒有 講清楚嗎 OK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Question question 請舉手 OK楊光 陳老師好 我有這樣一個問題 您說一個總裁最重要的就是think think that's right 是 剛才陳老師又講思考主要是問和答 那麼這兩天呢我們就是說 老師把問這些問題都寫出來 只是我們來思考來答 那麼就是說 還有一些就是在平時在做決策的時候 自己有一些問題我想能不能 像什麼問題你舉來聽聽 我的意思就是陳老師能不能再分享 就是詳細一些 平時這個問題 我跟你講你平時就思考這些問題 總裁思考什麼問題 總裁思考這整本 然後總裁明年思考什麼 繼續思考這整本 後年思考什麼 總裁成功就是簡單的事情 重複的做 我已經把所有總裁應該思考的事 放在這本裡面了 為什麼說這本書很有價值 因為這就是總裁應該思考的事 而且這是世界頂尖總裁 他就是用這種方法在思考 有沒有聽懂他講 所以你就照他的思考模式 就是你不賺錢也不寫了 這是一個有系統的思考 非常有系統 你的答案會越來越不一樣 隨著我告訴你的觀念不一樣 你寫的答案就不一樣了 以前你聽到行銷 行銷等於什麼 等於賣產品 真的嗎 現在行銷等於定位 定位等於什麼 現在變成字眼去了 是還是不是 對因為你接受了不同的訊息了 所以你問他什麼叫行銷 那不太清楚 行銷最重要的秘訣是什麼 不知道 可是你們現在知道行銷最重要的秘訣是 定位 第二重要的秘訣是 焦點 你也知道焦點是什麼意思 要集中 專長 有沒有聽懂 你的答案會隨著知識的累積 就開始變了 然後你一旦開始做這些方法 你看到你的錢越來越多 你的講話就越來越大聲 你為什麼還沒賺錢 你定位不對 訊他一頓 定位就是要自演 那他自演什麼屁關係 他不懂 他當然他覺得沒關係 可是有錢人都懂 都有關係 你現在講陽光等於什麼 你等出來給我看 你等得出來嗎 不對啦 陽光等不出來了 你現在聽到了 OK 比如說夢工廠要等於娛樂教育 產業先鋒 OK我簽了這個字 可是不夠明顯 因為在整個宣傳的海報上 他是看到超速創業和蠶子 他看到夢工廠還是比較小 是不是 對啦 娛樂教育先鋒 OK 那我們的VCD有教育娛樂在哪裡 還沒出現 所以他夢工廠現在還是等於教育 他還沒有出現娛樂 大家有沒有聽懂我那講嗎 宣傳帶上他需要有娛樂的東西出現 你現在了解了嗎 OK OK 來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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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又是你要發言 發言之後我來講幾個重點 我問一下 嘿嘿嘿 今天我決定的那個這種 以前做的事情呢 他也是一直是虧損的 虧損了一年 所以我才想放棄的 所以呢 所以問題是什麼 所以問題就是 自己這一行也不是很懂 不是很懂就去深入了解就好了嗎 了解之後就照這個 照桌 我跟你講 假如你那個東西 照我這整本全部做完了 還不賺錢了 那個行業有問題 有沒有聽懂 那個行業有問題 不然就是你用的人有問題 他只有這個問題了 你以為可口可樂有什麼秘訣啊 可口可樂的秘訣在這裡 你以為無人公司有什麼秘訣啊 因為比爾蓋茨有聰明到哪裡去 也只有在這裡啦 只是他25年前就知道 你現在才知道了 你現在用25年試試看 然後你再讓你股票公司上市看看 比爾蓋茨公司 假如沒有股票上市 他絕對不是世界首富嘛 是不是 財富是因為股票啊 你以為他有600億美金現金 沒有他有一堆紙 鎖在保險箱 有沒有聽懂 他哪有那麼多現金啊 他身價立刻可以掉200億美金 是還是不是 可是他的紙還是一樣 一天之內就可以掉200億 沒有人有600億美金現金的 他有600億價值的紙 那叫紙上富貴 有沒有聽懂 這是事實啊 你有10棟房子好嗎 直到你賣掉換現金出來 你就跟我講你有多少錢了嗎 你房子有什麼批用 來你賣轉成現金看看 台灣我有一個朋友 這個 魏老師不是在 魏老師的一個朋友 OK 我這樣講了 那不用找魏老師 這個人姓鄭 他父親有1000億的資產 他以前是亞洲首富耶 比利家產還要有錢耶 你有沒有聽懂 他有多少百貨公司 多少土地 然後最近連300萬台幣都拿不出來 為什麼 地賣不掉就沒錢嘛 要付利息錢嘛 一年要付多少 五十一百億 你試試看吧 你現在有沒有聽懂 那個有什麼優 現金就是網 有沒有聽懂 Cash is king 把它寫下來 現金才是網 Cash is king 多少土地多少股票 沒有換成現金 都是沒有用的 楊智遠 身價100億美金 在去年 現在告訴我多少 不到10億美金 不到 他崩盤了90億美金 事實如此 大家有沒有聽懂的概念 Cash is king OK 所以你不太了解那個行業 你就要去了解 好不好 我不能再回答你的問題了 你也知道你也不該問我了 再問我 我要開始砍人頭了 OK 我現在講幾個重點了 一個公司 怎麼樣更成功賺更多錢 公司是靠誰在努力的 請大家告訴我 請每一個人回答我 Hello 公司是靠誰在努力的 Hello 第一排你們沒有在思考 See 你們這樣上課品質 不會很好的 請回答我 公司是靠誰在努力 OK 全體員工非常好 請問你 你希望員工很懶惰還是很賣力 好 請問你他為什麼會賣力 因為他有獎勵才會賣力 有沒有聽懂 把它寫下來 有獎勵才會賣力啊 你一定要記住 孫子併法講的 以利誘之 有沒有聽懂 以利誘之 然後眾賞下什麼 沒有永福了 找不到犯人 找不到誰殺人 懸賞多少萬兩黃金 那犯人就出來了 好快啊 方法已經用多少年了 幾千年沒有變過嘛 對不對 所以一個公司如何設定獎勵 制度就決定這個公司的績效 好不好 所以我現在要教大家一些 設立獎勵制度的概念 你這個應該寫在上面 為什麼呢 因為我說我要教大家一些 設立獎勵制度的概念 表示下面有1234567了 OK 保險公司有多少人在賣命工作 答案是很多 那為什麼保險公司有這麼多人才去呢 為什麼 因為他有獎勵嘛 是還是不是 保險是全世界怎麼樣 所以賣的產品 還有這麼多萬人要跑去 可見不是產品系人 而是什麼 制度 制度 你沒有辦法知道制度有多麼重要 設立制度的幾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 高獎金 零底薪 就是沒有底薪的 高獎金 純粹以表現來評估的 這是第一種號碼 第二種 高底薪沒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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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監聽喇叭不夠大聲是不是 我就知道監聽喇叭有問題 監聽喇叭開大一點 你再試試看 第三種 低底薪高獎金 所以我剛聽了你們的聲音是好的 我這裡是比你們少大概五倍的音量 所以我聽起來 OK 怎麼樣 OK OK 還是很悶 這喇叭 有沒有 可不可以換兩個喇叭 可以嗎 可以 沒有了 別的會上沒有嗎 你去問一下 你最好趕快去問一下 不然我自己買兩個過來 第三個 低底薪低獎金 第四個 低底薪低獎金 第四個 低底薪沒獎金 第五個 第五個低底薪沒獎金 OK你們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我現在所有的獎勵制度不是只有死薪水 我等一下後續還有一堆東西要跟你講 你們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高獎金零底薪 為什麼呢 因為成本怎麼樣 成本低 有賺分你 我願意 OK 這個在國內實行的通嗎 可以通嗎 還是不可以通 通還是不通 覺得可以通的請舉手 OK 有些人覺得可以通有人不能通 那就不能通 OK 第二種方法 高底薪沒獎金 這種方法 好不好 這種方法幾乎是最差的 有沒有聽懂 最差的 你這個絕對找不到人才 因為人才都要依照表現而努力的 有沒有 我表現越好我要越多的 有沒有表現越好 就跟大家點一樣 所以這種方法鐵定不太好 這種方法非常好 低底薪高獎金 這是比爾蓋茲法 比爾蓋茲不是走高薪水高獎金 比爾蓋茲是走低底薪高獎金 因為我能讓你進來 微軟公司你就要偷笑了 你還領薪水不錯 因為他是世界首富 所以他可以這樣說 那你一做得好我立刻給你很多錢 所以你也不會虧 公司不會虧待你的 所以每一個人一進微軟公司 他通常通常想怎麼怎麼想 他現在領低底薪嘛 他如果收入變高 他需要做什麼事情 他立刻要生產績效了 噗 比爾蓋茲說送你一台零支氣車 OK好了 一噗來給你兩張股票 OK百萬富翁了 他說這個努力是值得的 所以所有人看到每一個人 進微軟公司都怎麼樣 他一開始就全力付了 所以為什麼微軟公司 你看微軟公司做對多少事情 你知道嗎 他每一件事情都對 他唯一不對的就是還沒有壟斷法官 有沒有聽懂 微軟公司有一個 微軟公司叫Microsoft 在美國還有另外一家公司叫Microsoft USA 微軟公司美國 那這家公司的副董事長也叫比爾 不是叫比爾蓋茲 叫比爾克林頓你知道嗎 我講的是事實 美國總統是Microsoft USA的副董事長 我不會騙你的 你好好思考一下 比爾蓋茲如何成為世界首富 總統收買了現在法官沒收買 這比爾蓋茲很厲害的 非常厲害的 OK 所以我們盡量以低底薪高獎金的方法 假如我們要找到頂尖人才 我們就需要用什麼 高獎金高底薪加上高獎金 第六種方法就出來 假如他是一等一的麥克喬丹 他說三千萬美金加上分紅 你說yes Tom Cruise成龍三千萬美金加上分紅 你說yes 你不能跟成龍講兩百萬美金 然後加分獎金 成龍說我要三千萬美金加獎金 你說yes 你有沒有特殊人才 你就要給他高底薪高獎金 所以假如你是找頂尖人才 你公司還沒那麼厲害 你鐵定要付出代價 第六點 你是比爾蓋茲公司那種狀況 你就做第三點 這幾種是很好的方法 這是針對個人的薪水 這還不到獎勵 什麼叫做我所謂的真正的獎勵制度 各位你們希望員工某一個月表現好 還是每一個月都表現好 可是一般的員工 他有沒有辦法每一個月都表現一樣好 他就是偶爾好偶爾普通 偶爾好偶爾普通 他就不穩定嘛 所以你如何讓他穩定他的工作的表現 或是穩定他的業績的表現 很簡單 你要一個人一年十二個月都很穩定 那不太可能 可是你讓他穩定兩三個月 他可能做得到 有沒有聽懂他講的 所以我公司都執行一個 既的 以既獎勵制度 既獎勵制度 所以我就跟他講 你一個月推廣多少業績 然後連續三個月 加起來總和到達 比如說一百一十萬台幣的業績 隨便覺得 然後我送你去法國旅遊 有沒有聽 所以這個法國是誰提議的 是所有員工投票 他們說他們最想去法國旅遊 所以我們就法國 然後有一堆人去 有一堆人就沒有去 然後回來那些去的人 就開始炫耀了 你看他們多好 羅浮宮 城堡 金字塔 講了一堆 來各位 下次你們想去哪裡 他們說義大利 又開始了 義大利成本高一點 可能需要一百三十萬的業績 大家有沒有聽懂他講 我就說你是經理 你要不要你的 對上的人跟你一起去 要的話那你趕快輔導他 團隊精神 所以那你是經理 你如何輔導他 當然你要以身作折 有沒有聽懂 所以經理的業績不會降 他還會輔導 下面讓業績上漲 所以你看公司在那裡怎麼樣 不就很簡單了嗎 是還是不是 這是一種記得獎勵的方法 你想要去 那你太太想不想去法國呢 想啊 你做兩百二十萬 我一樣付你太太去法國 你還有小孩是嗎 你盒子也想去 你做三百三十萬 我讓你兒子也一起去法國 然後我把他太太兒子找來 你們要不要去法國啊 要不要跟爸爸去法國啊 要哦 那爸爸要做到這個目標才可以哦 他每天問爸爸你做了多少業績 有沒有聽懂 我把他家人給他搞進去了 大家有沒有聽懂我在講什麼 你要